這次要從高雄港要前往澎湖的澎湖輪客貨船 就在今天下午1點半的時候 是航行出港的時候 卻是擦撞到信號台下的暗記椒炎 那麼當下民眾也募集整個過程 帶您看看現在的狀況 那麼民眾見戶到底是發生了什麼狀況呢 怎麼船會撞到椒炎 而隨即也冒出了一些的黑煙 而這個船也被要求要返港來接受檢查 那麼可以看到這個拖船要將船 給拉回這個碼頭的時候 整個底泥也浮出了水面 這個水相當的混濁 那麼現在已經是緊急的拉到了碼頭 要來做進一步的檢查 那麼幸好這個船上是沒有人受傷的 但是現在大家都只能夠在船艙裡面來走動 而就在下午4點半過後 這艘澎湖輪也已經檢修完畢 按照寂靜的行程的轉頭出海要來繼續航行